好 戰眾帶你關心 民進黨政策會執行長王毅川 日前在政論節目上表示 可以用手機訊號的定位 去分析出在立法院外群眾的年齡 以及跟日前太陽花群眾 有沒有重複也引發爭議 不但是引起藍白陣營質疑監控人民 國民黨更向北檢來告發 涉嫌違反通訊保障以及監察法 而北檢也千分他自然來調查 帶你聽到民進黨的回應 那王毅川執行長在政論節目上 所發表的言論呢 是他基於包含坊間的各種數據分析 民意調查 問卷調查 還有各種關於媒體的相關報導 綜合所做出的評論 那這個裡面內容呢 並不涉及人民的個資 也沒有所謂的國家機器介入 這樣的狀況 好 現在可以聽到吳禎表示 王毅川是參考坊間各種的數據分析 以及調查研究所做出來的媒體評論 絕對是沒有涉及到個資的問題 那民進黨也沒有相關的設備 並非民進黨來進行的調查 因此絕對不可能有國家機器介入的情勢 請在野黨不要再做 不時揣測 出身為香港的不既 recept 全新評論 集中文動物 產 Video